只要车子有点油 海哥带你量地球 大家好 这一次是真的要带大家量地球出远门了 大西北第四次远行 前三次想必大家都看过了 这是第四次 今天为我们践行的是高手 喽喽 叉子 因为小马去蓝昌有事 今天就没有来 喽喽在家养鸡养鸭 叉子还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因为李二哥的事工程还没完工 那么高手呢 不按常理出牌的这位 本来要跟我们一起去的 结果他说他要摩旅 就是骑摩托车独自旅行 所以这一次只有我跟摄影师 还有芬妹跟小龙两台车 现在奔赴湖北 跟丰兄弟 还有胖君会面 大家一起祝福我们吧 祝师傅一路旋风 一路平安 一路超红 耶 虽然不太整齐啊 但是恰到好处 出发 整体呢 糊涂的旅行又开始了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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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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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国道一个半小时的行驶 我们刚刚上了高速 预计今天晚上会抵达湖北 我们是从江西吉安 就是江西的中部地区出发的 我们就公布一下 此次第四回大西北之行的路线 希望如果是途经到的地方 有家里面需要探亲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是从江西的吉安出发 然后途经我们的省会南昌 九江 然后出江西抵达湖北 应该是纵川湖北 然后抵达湖北的襄阳 为什么要去襄阳呢 因为受在美国的节日量 委托我帮他探视两年多未见的老母亲 老母亲就在湖北的襄阳 预计我们明天下午会抵达湖北的襄阳 然后在襄阳停留一个晚上 接着第二天我们会穿过湖北 赶往荷兰的西南部 陕西的东部 山西的南部 就是函谷关 跟永远的亚军会合 接着会合之后 我们会沿着黄河走 估计会途经山西 沿着黄河 然后山西陕西 预计10天之后 抵达陕西咸阳的惠惠尼瓦家 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基本路线就是这样 希望沿途的家里面有机会可以偶遇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了封城服务区 刚好是夕阳夕下的时候 我忽然间又想起了我在内蒙古 看到了我这一辈子都忘却不了的晚霞 真的是太美了 怎么样 刚睡醒 睡了一觉 对啊 脖子有点痛 长途跋涉不容易 短暂的休息了一会儿 马上要继续我们的真诚 前路慢慢啊 今夜又不知道住哪里的 这就是旅行 跟随我们的脚步 这就是旅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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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江西伦的眼里 西北部就是西北方向 都是大西北 当我走了三次大西北之后 我才发现我不是旅游 我是在旅行 我在享受旅行的生活 旅行带给我的点点地 每一天在路上 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 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 所有的不确定性 我们都要一一的去面对 会遇到的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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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 may 天天 十年 一日 后面 我就说 12年 才能在外面 明天我有时间陪你 不能住真的 必须得赶到湖北 这里跟湖北交接了 湖北有人等你吗 不是有人等我 因为赶到湖北明天的行程就短一点 他只有晚上 晚上开车不方便 晚上安全 坐坐坐 车手 这样没意思了知道吧 他偷偷的给我打电话 十分钟给我打电话 说我到了 对不对 是的 刚好我今天从湖北回来 知道吧 缘分认识吧 一哥嘛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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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把那个东西拿下来 真的住住不了 我满走 满走 你好 一个 这个是吹冠梨 还有那个是 豆腐露跟辣椒酱 这是我们永风的特产 抽的肯定贵 拿 拿一条去 哦 等下你紧紧忙忙的来 我没买什么东西 好了 你还拼命给我收东西 不好意思吧 肯定要给你 对吧 现在有备贵 因为我是故意从家乡带过来给你的 这不一样 知道吧 那是 好了 你路上注意安全 你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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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十点 我们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刚刚从九江过来到湖北好像交界的地方 很快 一下子就到了湖北 不知不觉中 到了到了 吃饭了 饿坏了吧 饿坏了 饿也饿 真的是饿了 小伯娘快点 来 吃饭了 饿干面 还有牛肉面 还有牛肉面是吧 好 来 牛肉面吧 今晚总共穿越了500公里 现在是晚上的12点半 我们抵达了湖北的黄石 第一次来到黄石 好像是看过那部电影叫黄石的孩子 这是我们找到的一家 应该有两星吧 这个公馆 我现在一头就想跑到床睡觉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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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